网上有这么一个评论 中国目前这个社会是一个半网络和半封建的社会 当然是一个调侃的说法 但这个说法相当准确的反映出我们现在这种言论的空间 所谓的半网络 那么就是说这个网络它不是跟世界网络 它不是兼容的 它不是开放的 那么这个所谓的半封建 就是说不但在封号和建号的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中 处在一个普遍的一种博弈的状态 所以我的想法是想把这个事情 作为一个法律事件来处理 我们都知道 这一个事件 同学公司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做法 他对这种言论采取封杀的这种措施 他可能是有政策背景的 但是对我个人来讲 我是把它做一个民事上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事件 因为腾锋是做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这么大的公司 他应该承担起一个社会责任 同时也应该遵守基本的商业的这个伦理和商业的这个报纸 是不称之在 我这种掌握的麻将是否 也不能够